8月16号星期二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火力加油站 点亮生活每一面 我是站文斌 大家好 我是欧斯卡文杰 那么现代人生活忙碌 但是在忙碌的生活当中 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要吃得健康 那其实说到健康 我不知道阿杰 你有没有吃就是保健品 或是说膳食补充剂 真的有 因为说实在话 我觉得我通常真的没有办法 很完整地在我的餐盘里头 摄取到很完整的这些蔬果类 所以可能就会 透过一些膳食补充剂来保持的 但是真的要注意 任何东西我觉得过量都不好 像是之前就有那个新闻 就是说有一名男子 他就是吃了过量 他没有控制好那个量 结果导致了肝衰竭 好严重 对 那我们都知道肝是帮我们人体排毒的 那这个情况它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它过量 那它的量又是多少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畅谈这一块了 马上进行见大主题吧 随着社会的发展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生活习惯也逐渐变得不健康 为了方便快速补充身体的营养 部分人会选择使用膳食补充剂 作为辅助方式 以此补充日常缺乏的营养素 然而近日 中国北京一名男性 因为小便以及皮肤出现发黄等症状 被医生诊断出 已经患上了肝衰竭 而病因 竟然是因为长期摄取大量膳食补充剂而导致 究竟为何过量服用膳食补充剂会导致肝衰竭呢 而膳食纤维补充剂又能为原体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今天的活力交战就跟着食品科学家 一起了解如何正确使用膳食纤维补充剂吧 是的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有吃这种 所谓的膳食补充剂的习惯 但是要如何正确地吃 真的是有学问吗 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那就是食品科学家钟正宏 钟瑟 钟瑟你好 钟瑟好 姐姐好 大家好 那首先我们先来谈谈何谓膳食补充剂 就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保养品吗 对 那膳食补充剂呢 就是根据字面翻译啦 就是健康补充剂就是根据官方的定义 那民间比较平民化的说法 就是比如说营养品啊 保健品啊 或者是一些营养剂这样子 都是属于 隶属于这种膳食补充剂里面的 那其实它的涵盖层面非常的广泛 对 何必说可能我们现在常会吃的一些 综合的一种维他命啊 对 然后甚至是一些鱼油啊 一些什么补脑的啊 甚至可能一些纤维类的 可能都是 都可以归类在里面 那主要呢就是提供就是我们身体 就是维持健康啊 然后预防一些疾病啊 其实很多这些膳食补充剂呢 都是从我们的食物当中萃取出来的 那其实在国外的话有没有针对这一种 所谓的膳食补充剂去做一些所谓的定义 有 那美国的FDA呢 就是食物与药品管理局呢 就已经清楚地借名定义 就是说所有的膳食补充剂呢 就必须要含 它可以是含任何的维生素啊 矿物质啊 蛋白质啊 药草啊 或者是植物质剂啊 或者是一些氨基酸 只要有含有上述的任何一种成分 然后它可以就是增加我们平时的那个进食量 增加我们的进食量 就是作为一种补充剂的存在 或者是一种浓缩素 或者是一种作为代谢物啊 组成物 提取物这样子 来给我们身体 就是达到一个促进健康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啊 所以它可以以不同的形态就是出现 就可能是定计啊 或者是虫剂啊 胶囊啊 都可以 列体的那种都很多 当然必须要切记得就是 它也注明了就是说 这类型的这种膳食补充剂 它只是作为补充剂的存在 它是不能够就是取代我们日常的食物 那这样子 而且它必须标记就是 它是属于饮食的保健品 然后就是主要呢 就是调节一些我们人体的一些功能而已啦 所以它不能够取代说我们日常的饮食 日常的这个饮食三餐 就是说可能它是三餐以外之后 可能你就是补充的那些情况 是的 是的 那其实到我们现在来推售回之前 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个这种营养补充剂 或者是膳食补充剂的这种出现呢 那主要是就是就有赖 就是因为现在日常生活 像他今天所说的就是大家都很忙碌嘛 然后有时我们也不能够就是很完好的依照 就是我的健康产盘这样子的一个推荐 去吃我们日常所需要摄取的一些营养剂 所以变成说有些消费者就觉得 我可能需要就是补充一些特定的营养素 当然也有特定的族群 他们是需要到这样子的一个补充剂 去让他们的改善他们的健康 或者是提供一些额外的一些营养上的补充这样子 那因为其实这种所谓的额外补充剂 它毕竟是所谓的人工制造出来的嘛 所以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身体不太好 例如说肝有问题的人是不能吃 这个说法是成立的吗 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的 当然现在在比如说一些欧洲国家 它就是有鉴定的就是说 你的那个膳食补充剂必须是确保它能够安全 然后才能够推出市场 但是如果是你本身就是你肝有一点不好 或者肝功能隐乱的话 其实在你服用任何的 不管是膳食补充剂也好 或者是一些药物上的摄取 都要确保你要检查那个肝功能 然后你在服用 检查了肝功能之后 在服用了两个星期之后 需要再去检查 就是看看它有没有影响到你的肝功能的指标 可是我觉得通常我们都不会做这个步骤 就是先吃了然后再去检验 对 一般人可能就是忽略了这一点 这样子 所以当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一些状况的话 比如说你乏力 然后整天会腹脏 然后出现像该报道所说的 你小边泛黄 或者是食欲不振 皮肤开始变黄等等这样子 可能是一种预兆 就是症状就跟你说 你的肝功能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中生那其实这些症状这么多 它是所有的症状都会同时出现吗 还是只是会出现一两个而已 它会出现几个啦 两三个这样子 它当然不会可能一般人 不会全部都就是完全这样的出现 明白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通常 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 都是算是合格的这种膳食补充剂 那膳食补充剂的话呢 如果是它是作为药剂这样子 就是营养补充品的存在的话 其实是有被规范的 就是它必须要获得我们KKM的准证 但如果是一般的食物 它可能有一些厂家 它只是把它标榜成为是一种食物 然后这样子的话 它就不需要获得这种KKM的认证 如果它是食物就不受那个管制 比如说一些我们说常见的一些 酵素型的那种饮料 或者是一些果子类的饮料 当然它们也是有能够改善我们的健康 但它那种的话就不需要获得 它就不归类在所谓的保健品 对 不归类在保健品的里面 明白 所以我们听到这则新闻的话 其实它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因为它过量食用吗 还是它其实它的这个肝功能 就已经有一些些症状了 而它自己不自知呢 针对那篇报导的话 它其实是因为它自己过量地去摄取 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有吃过这种 膳食补充剂的经验的朋友 都应该知道 它后面 评官后面都会注明 就是必须根据所建议的那个分量 来去摄取 然后如果有任何疑惑的话 你还要去最好就是去 见一见你的医生 获取他们专业的意见这样子 所以这些膳食补充剂 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 就是乱乱去吃的这样子 所以有没有讲建议说 我们在吃这种所谓的 补充剂的时候 有没有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确实是有的 就是你要 主要的因为 我们还是要靠我们的肝脏 去代谢掉任何的一些毒物 或者是一些外来物这样子 所以一般人就是要注意 你到底有没有出现一些异状 就是你吃了这些 就是膳食补充剂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几个症状 对 然后你要确定自己 就是你的 有没有对药物有过敏的历史 或者是如果你是属于一些 过敏性的体质的话 这样你的肝功能 可能在接触到这些膳食补充剂的时候 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常那样子 那你就要立即停止使用 明白 这边有特别标榜说 就是有药物性肝损害时 就是刚刚所说的 这个可能你对一些某些药物 或者是成分的敏感度 是 那我们这边又看到了 避免化学结构类似的保健品 对 那何为化学结构呢 因为一般上应该都是有加工 有什么的吧 那个过程 那它里面有一些成分呢 可能就是它的 比如说一些抗氧化剂啊 或者是它一些多分类的 它可能就是跟一些 平常的那些处方药 它可能结构上是相同的 所以变成你在使用这些的时候呢 你要确保就是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肝脏没有那个 就是你如果你清楚 你的肝损害时的话呢 就是你知道你的肝脏 对某一些特定的那个化学结构呢 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过敏的反应 这样你就要避免服用相关类型的 这样子的一个膳食补充剂 以及药物了 哦 明白 就好像是我们在那个博物馆里头 你们那种检验的就是 这个加什么等于另外一个 那个结构组合 是 它的化学结构 对 OK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那个对哪一个结构组合是敏感的 对 但是这就专是属于那些 就是它的肝脏 就是已经出现过损伤的 这样子你在饮食方面 就要更加的特别的小心了 那庄舍其实我很好奇的就是 我们就是一开始提的那个案例嘛 它就是过量服用 结果造成就是肝损伤 这样子的例子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常见吗 其实这种是比较不常见 而且也是就属于不可预测性的 就是它完全是因为自己就是过度的 可能本来建议是服一天 可能服两颗 可能它就一次就是看到觉得可能 没有效果 根据报导它就是觉得没有效果 然后它就加强 就是可能服了八颗这样子 所以长年累月下去 因为我们所有的那个毒性呢 都是要以尽量来去 就是去做一个考察 所以当你的那个 你现在你从二变成八的话 就是你提升的那尽量 然后就会直接就是会导致我们的那个肝脏的符合 负担电重那样子 所以它这个情况就是它是同一个保健品 可是它是服用过量 但是如果因为它还是算是单一的情况 那如果是可能我每一天都使用不同类别的这个保健品的话 那这个情况会不会也对我的这个肝的那一个损伤也会来得更加的大 那其实所以就你必须要审视 那个保健品本身到底会不会含有一些 就是会加重我们肝脏负担的一些成分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就是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 比如说ADE还有K 因为这些它会溶解在我们的脂肪 然后会储存就是累积在我们肝脏里面 然后就造成我们出现中毒的那个症状了 所以这一类型的话就你要确保不会过量的去摄取了 这样子 那但是中舍其实同样的保健品 可能有些人吃起来没有事 但是有些人吃起来它就会对它的肝 可能造成一些的那个不好的效果 其实我们怎么来去看那个肝损伤它的 那像该我们说的就是它可能是 你直接加量加大量加大剂量的话 它就对我们的肝脏造成一个很直接的伤害 然后有一些人是就像文杰所说的 就是它属于那种特异体质的 就是它可能就是完全遗传性的 对一些药物有出现过敏 那这种特异体质的人士 他就要特别小心在服用一些 不管是食物也好药物也好 那它如果出现那种反应过强的症状的话 其实也会导致它的那个肝功能 就出现障碍这样子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 有些人完全是不能够接触酒精的 就是滴酒不沾的 但是如果你一吃喝喝到酒精 或者接触到酒精的话 它就会直接导致你出现肝肝 中毒的症状 对对对 就会中毒的症状 所以这个特异体质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 对 那首先你必须要先了解自己的体质来看 是 对不对 那刚刚钟舍有提到可能对于一些某些药物可能会敏感的 那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位观众朋友 他的手机尾号是3099 那他的问题就是想要请教钟舍 就是补充剂属于药物吗 你说得对 真的 其实补充剂它是不属于药物的 它是不属于药物 因为它大家如果记得那定义的话 它就是必须是从食物当中萃取出来的 那当然现在也是有不少的医生 他们会就是针对一些病患 可能它缺乏一些特定的营养素 就是开补充剂给你吃 这样子都有的 那它不属于药物 而且在美国还是欧美国家 甚至是我国也是没有把它当作药物来去规范 但是有些比较好的厂家呢 因为这种营养补充剂 有些人是每天都吃嘛 所以他们就会使用一些比较属于药物的 那个规范的生产规格 去生产以及制造他们的那个膳食补充剂 那这种这样子的一个生产的那个 那个做法呢 就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安全 就比较高规格一点 对 OK 可能就是整个制作过程 可能会来得更加的安全 更加的卫生 对 OK 了解 所以你看这个酸食补充剂 原来它的血外还是挺大的 那谈到这个肝 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个非病毒性的肝病有哪一些呢 非病毒性肝病 酒精性肝炎 酒精性肝炎是一种因病患长期大量饮酒 而造成的肝炎疾病 与脂肪肝有着非常大的联系 脂肪肝是酒精性肝病的早期阶段 会促使肝脏纤维化 从而导致肝硬化 酒精性肝炎的体征和症状包括 皮肤和眼睛发黄 腹腔积水 恶心呕吐 疲劳等 并且有可能还会引发病发症 如肝功能衰竭和上消化到出血等 遗传性肝病 遗传性肝病分为单基因遗传性肝病 和多基因遗传性肝病两种类别 单基因遗传性肝病是指因单个基因突变 所引起的肝脏代谢障碍性疾病 由于人体内各物质的代谢更新需要特异的功能酶 所以一旦编码区或调节区发生突变 就会导致酶的结构和数量变化 使物质间代谢紊乱 最终引起可遗传的代谢性疾病 而多基因遗传性肝病 则不仅与某一个基因有关 而是由多个基因 环境因素及其多重相互作用 综合决定的结果 中毒性肝病 中毒性肝病指的是 长期接触有毒物质或服用损害肝功能药物 而引起的肝脏损害 由于毒物或药物的种类 毒性和应用的时间长短不同 所引起的肝损害程度也有所不同 急性中毒性肝病的病理变化为 肝细胞坏死与脂肪堆积 少数重症患者可能引发急性黄色肝萎缩 而慢性中毒性肝病的病理变化为 脂肪聚集和纤维化 重症患者可能发展成肝硬化 好 欢迎回到河里加油站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膳食补充剂 在现场继续有食品科学家钟瑟 钟瑟 其实我们聊了这个 所谓的膳食补充剂 它种类有很多种不同的 是不是有些人是一颗的 可是有些人是液体的 对 它可以以很多不同的形态我们讲 就是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那比较常见的有比如说像文杰所说的 颗粒型的 然后当然也有液状的 那液状其实它也分成比如说一些糖浆 或者是滴剂 对 还有一些发泡钉 发泡钉就是你丢在水里面 然后它就冒泡 然后就溶解在水里面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口服液这种 还有一些可能比较好像固壮一点的 好像JellyJelly的那种也有 是 也有 就是各种不同的情况的那种 其实有没有说在哪一种形态上 它可能会让我们人体来得更加容易吸收 好比说我们常听到的就是液状或者是粉状的 好像比较容易吸收 其实这是错觉 很多人会觉得液状和粉状会比较容易吸收 但是其实最有效的话 目前来讲还是定状的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吃药的时候 一定是给你一颗一颗这样子 一颗一颗这样子 因为它的效率 它能够就是储存最多的那个药性在里面 然后可以发挥它的功效 因为你在液体状的话呢 能够溶解的 首先第一就是它必须要能够溶解在水里面 然后你溶解在水的话 它的不稳定度也比较高 很容易滋生细菌等等那样子 粉状的也是你冲水喝 它也是必须符合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所以如果有一些 我们知道有些营养素它是溶于水 然后有一些是溶于脂肪 所以它变成会影响到它的全面性这样子 明白 那其实我们也常会看到有一些有胶囊的 那曾经还有人说这个胶囊 你知道外层其实这个他们说 比较难消化 最好老人家不要给他们这种胶囊式的 那这个说法又是对的吗 其实也不是啦 一般来讲这些胶囊它 一去到碰到我们的胃酸 都会很快地就溶解了 而胶囊的主要就是针对一些油脂类的 那个营养保健品 比如说那个Q10 鱼油这些它都是一般都是出现在胶囊状的这样子 就是因为它是油脂类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出现 所以胶囊的话就比较适合 明白 那其实除了胶囊 还有我去说有些就是可能有些人怕就是它的味道 所以它会就是有糖衣型的是不是 那平常我们看到的就是就是抹糖衣定剂 就是平常我们一常吃的所谓的药丸 就是有些是它是有糖衣 有些是抹衣的 这样子这种就比较就是方便你吞食的 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小孩子的话 就是那种你可以在嘴巴里面咀嚼的那种类型的也是油 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疑惑 其实好比说可能我们今天在摄取维生属锡 那可能里头可能说有一千的NG 那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就摄取完这个一千的NG吗 其实也未必会就是完完全全的吸收的 因为它这个有很多其他会影响到它吸收的那个因素 比如说个人的体质 再来就是可能你是搭配其他食物吃的话 这样它在你的消化道里面可能也是会被破坏 或者是流失这样子 或者是因为结合其他的食物 它会出现一些化学的变化这样子 所以它未必是一百%是你吃一千NG 它就一千NG被我们人体吸收这样子 了解 所以膳食补充剂它的好处可能就是 你知道可能我们的那个补充剂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吸收 更何况是我们知道正餐的这种餐盘 对 因为其实在美国就有它的医学期刊就指出来 就是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不能够从日常的饮食当中 就是去摄取到最佳分量的那个维生素或者是一些矿物质 所以变成了就是为什么现在到处我们都可以看到 有很多这种善事补充剂的存在就是因为大家还是觉得 有这样子的一个保健的那个功效和防不吃一吃 所以这是打破了一些人的迷思 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这些我不需要靠这些所谓的人工添加 我就纯粹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取到我需要的这些营养素 是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可以从日常当中就是摄取到 但是很多人就是他可能忽略了就是他不能够很好的去规划他的那个餐盘 或者是平常也没有这样的时间去达到这样子的要求 所以在你缺乏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底下呢 你就可以考虑使用一些善事补充剂来去添加你的营养成分 当然也是有一些特定的族群啊 比如说老人家面对一些老人病痛啊 或者是小孩儿童啊 孕妇啊等等 他有特别的那个生理的那个营养的需求 他也是需要到这样子的一个善事补充剂 明白 其实我在这边我特别想要问一问 就是儿童的话 因为我们觉得小朋友可能整个机能怎么说 就是如果我们太早给他们一些善事补充剂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他们接下来这个机能应该可以产生更多 可是他们没有 会不会依赖 其实不会有存在这个依赖性的那个问题 但是在小朋友的话呢 也是要考虑的 就是他的那个剂量 然后他的类型 比如说有些很多时候家长都是希望孩子 就是专注力好 记忆力好 这样可能你可以适当地就是补充一些余优啊 这样子 因为里面有EPA 还有DHA 然后DHA也是归为称作脑黄金 所以可以增加他的记忆力 还有他的那个focus 专注力这样子 所以小孩子方面的话呢 当然也是要特别小心啦 这样子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说 就是这种所谓的善事补充剂它其实有它的好处 有它的优点在 对 当然它小孩子 对它有它好处 有它优点 然后小孩子的话 或者针对特别的一些族群的话呢 小孩子你就要购买适合小孩子的 而不是把大人的 平时我们吃的也给小孩子吃这样子 剂量不一样 对 必须要有这一方面的认知啦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当然你是可以去请教一些 在购买的时候你在药剂行啊 你就可以请教药剂师啊 这样子 会比较好一点 明白 那我曾经也看过一些长辈哦 你知道吗 可能就是在饭前饭后 然后就会吞很多的 这些药丸 问他们是什么 他们说一些补充剂啊 维他命之类的 可是这样子的话 因为怎么说他们的整个机能也开始退化了嘛 对 那我们在这种大量服用的话 会不会也造成他们这个肝功能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损伤 或者是负荷呢 对 尤其是一些老人家 或者是一些病患的话 他们在服用这些就是膳食补充剂的时候 也是要特别小心 就是要针对他自身的需求 还有年龄 还有他的那个病情 去服用这些膳食补充剂 如果说他已经是很严重 可能肝功能 或者是肾功能 尤其是肾功能 你不好的话 就是可能影响到你的整个 就是排毒的那个状态 所以反倒是这些营养补充剂呢 会加重你的生理上的一些负担 反而会令到你的病情更加严重 所以在这些特定族群在服用这些算是补充剂的时候呢 最好还是去咨询医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的评观上面 其实也是有注明就是你必须要服用正确的剂量 所建议的剂量 然后有什么特别的需求的话 还是尽量去寻求医生的一些意见 那JOSER其实我很好奇的就是 所谓的这种所谓的补充剂 种类很多 对 我们在挑的时候 其实应该有没有一些办法来帮大家做判断 可以怎么样挑 其实有一些选购的方式 其实在欧美的话他们就比较方便 因为其实在美洲的话 他们有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选购的指南 就是针对市场上所有的一些营养补充剂 就是做一个比较 然后归类在里面 然后给评分 那当然里面有提到一些选购的须值 就是说要确保我们的那个 膳食补充剂是很全面性的 所以所谓的全面性就是 你可以少量不同的营养素多摄取 而不是大量的摄取一两种特定的营养素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我需要吃很多维他命C 一天可能吃几次 这样子其实在营养学里面是不建议的 就是你可以少量摄取不同的营养素 然后尽量的就是避免大量的摄取一两种特定的营养素 明白 那其实这本书我刚才有翻了一下就是 就是营养补充剂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指南 然后里头也包含着刚才我们所谓的化学组合的那个成分 它都会列明出来 是 它里面有列明 因为它就是由十多个就是营养权威呢 然后去评分 然后去评估它 然后给它们打星星啊 这样子 明白 所以然后选购方面呢 当然除了全面性之外 你要确保它的有效能 就是过量的话就会对我们身体有害 但是如果是太少的话呢 就会导致你觉得就像文姐讲好像吃了 好像没有 对 然后就有些人可能就自己做医生 然后就加量啊 这样子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了 真的 那其实有哪一些的一种维生素 我们在摄取的时候要特别多加注意的呢 有没有 对 其实我们在摄取这些膳食补充剂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它会不会有任何的那个潜在的毒性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脂溶性的一些维生素 然后当然现在呢也不建议就是大量的摄取一些抗氧化剂的 或者是它们的综合素这样子 那这些呢还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铁质啊 这种如果你长期吃 然后一些特别的族群它不适合这样子去摄取到 就会导致它你身体啊会出现一些状态 比如说维生素A的话 一般我们知道它是针对我们眼睛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被过量摄取儿童啊或者是孕妇啊 就会导致可能婴儿腰折啊这样子的问题出现了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讲说就是所谓的这种补充品 它其实有它的好处但是要因人而异而且要适量 对要适量 所以最健康的还是我们的饮食餐盘要均衡啊 对对对对 其实当然我们还是要在蛋白质我们的骨类 是我们期待那个食物食物啊就是要确保我们就是营养均衡 然后就是透过我的健康餐盘呢就很好的去规范我们的日常的那个饮食 那其实我的健康餐盘就是我们手指的Suku Suku Sparrow 就是有一半呢必须是新鲜的蔬菜水果 然后另外四分之一是优质的蛋白质 另外四分之一就是优质的那个骨类 那其实这我的健康餐盘出现的时候在2011年哈佛大学推出的时候 被当时的时代杂志推选为当年的时代医学突破 所以大家还是要依据这个健康餐盘来拟定我们的这个政策了 所以刚刚提到其实这个高纤维啦 我们的水果蔬果类真的非常的重要 现在呢我们就先打住一下来关注这个高膳食纤维的食物有哪一些 高膳食纤维的食物紫酥 紫酥根据叶片的颜色可分为红紫酥以及青紫酥 虽然营养成分相同但是味道跟用途却各有特色 红紫酥的叶片质地较硬香气较为浓郁 适合用来腌制以及酿酒也可作为增加香气或是颜色的配料 而青紫酥叶片质地偏软味道清香可供民众生吃 搭配沙拉或是生鱼片一同食用风味更佳 每100克紫酥中含有8.8克膳食纤维 并且还含有许多其他丰富的营养价值 百香果百香果酸甜可口是许多人热爱的水果之一 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每100克含有5.3克的膳食纤维 百香果的膳食纤维主要出自百香果内的小黑子 可有助于肠胃蠕动改善便秘 此外它内含丰富的维生素和植化素 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 可维持皮肤健康滋润肌肤保护眼睛预防肝炎症 以及提高免疫力等等的功效 山苦瓜山苦瓜又称作野苦瓜 与白皮种苦瓜和珍珠苦瓜相比 苦味相对较重可促进食欲有清热解渴等等的功效 山苦瓜的膳食纤维很高每100克中含有4.1克 能够有效的预防便秘 而且是所有瓜类中维生素C含量最高 此外山苦瓜不但可以保护细胞免受活性氧破坏 更能够有效的抵抗癌细胞形成以及恶化 降低罹患冠心病以及白内障的风险 是一个营养价值很高的食材 欢迎回到《活力加游战》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补充品之后 可能很多人就开始说要照顾好自己的肝 因为它不太会有任何的症状 所以要怎么护肝呢 其实从日常的饮食当中 或许就可以来着手了 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那就是这个中医师 吴医师 吴医师你好 大家好 吴医师今天要叫我们 从做一道汤的料理来护肝 是 我们需要准备的就是佛手 对不对 对佛手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材料呢 就是说我们 第一个我们会用到这个是五指茅桃 那五指茅桃 它其实它不是桃之类的东西 它其实是 它的叶子长得像我们的五根手指头这样子 五个叶子 然后它生出来的那个桃 是果实 就像毛的桃这样子 所以它叫做五指茅桃 它其实是我们用它的树枝 树根这些东西来做 其实我们用的不是它的叶子 对 它的叶子是看起来像是五根手指 但是呢 我们用的其实是它的树枝的部分 是 所以它的功效呢 其实它的功效就是说 帮助我们益气 然后补虚 补虚 补一些气 然后呢 它对我们这个可以强壮筋骨 可以强壮筋骨 然后呢 可以止咳化痰 然后呢 它对我们这个脾胃的这种去湿 也是很有帮助 好 对 所以这是五指茅桃 对 这是五指茅桃 然后呢 我们的勺药 那勺药就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 补血的一个药 嗯 然后它有平肝 柔肝的作用 就是说我们肝痒上抗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来 帮助它降下来 好 然后 对 也有行气解育的作用 然后呢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说止痛的作用 止痛的作用 好 就是说它气通了 它就不会痛嘛 通了就不会痛 通了就不会痛 对 通了就不会痛 那佛手的话就是对于我们 就是说我们肠胃道的一些气质啊 那气顶在那边 就 激在那边 有这个 脏痛的感觉 那这个佛手呢 它就可以帮助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功能 佛手 对 那佛手其实它是一种 这种柑橘类的东西 它不是我们的佛手瓜 它不是瓜类的 我一直以为是佛手瓜 不是瓜类 因为大家通常说到佛手 一般的婆婆妈妈就会觉得说 我在巴沙 在菜市场买了佛手瓜 所以不是佛手瓜 不是佛手瓜 它是一种柑橘类 就像我们柑橘做的 那但是它长得像手这样的形状的一种 所以它是柑橘类 对 柑橘类 就是跟大家一般认知的佛手瓜 是不同的 不同的 对 所以它都是柑的吗 基本上我们外面市场上 对 它做出来就是柑 比较晒柑的 晒柑的 然后它对于这种 酥柑解育的作用蛮强的 对于有止痛的一些作用 那当归 当归就是我们很常见的 就是补血 一般女孩子在月经过后 周期就是会用一些补血的 就是用当归 用它来补身 对 对 然后最后还有准备一个山药 山药就是健脾胃 那脾胃强健的 然后我们可以有止蟹的作用 一个是麦冬 麦冬 麦冬的话就是我们用来做是 我们滋音比较好 就是它滋音非常好的一个中药 滋养胃音这些 音气不足的人就可以用麦冬 好 那鸡肉的话 我们就先汆烫过了之后 那我们就是把它可以放一个一个材料 放进去我们的这一个锅里面煮 所以我们就是先放鸡肉吗 对都可以的 这材料都可以 材料没有先后顺序 所以要先下哪一个东西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把它全部煮滚了之后 我们再来给它滚个三四十分钟 就可以 好 达到这个作用 所以吴医师有没有说这些 我们需要准备的这些中药材 它的量要怎么拿捏 拿捏啊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五指茅桃 它是用二十公克 然后这个是新鲜的这个山药 我们就用六十克 大概当作是一个一个 这个食物可以吃 然后我们一般这些都是用十克到十五克 大概十到十五克 对对对对 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就把它 好 所以我们就是把所有的这些 我们准备的这些材料 就是放下去 煮滚就可以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滚多久 大概四十分钟 大概四十分钟 可以拿来当作是一般的这个 这个药膳 可以用这个汤喝这样子 好明白 对那五指茅桃 在广东人他们常常用来煲汤 用来煲汤 要煲老药汤这样子 对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用它来做这道可以护干的汤 好哦 那我们在等它煮滚的同时呢 我们先来帮大家来重温一下 准备这道汤需要准备的材料跟做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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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这个佛手当归汤 基本上熬了大概40分钟之后 它就会这样有一点褐色褐色的那个样子 基本上就是完成了 那吴医师很好奇它的味道大概是怎么样 它会偏甜 它会偏甘甜 所以甘甜的话 基本上就是大家都基本上都可以接受了 那有没有想说哪一些人群适合 或者是说要特别注意的话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比较注意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孕妇 孕妇就我们就不建议 不太建议 因为它有当归当院活血 所以基本上孕妇要吃很多各式各样的药膳 那都是要经过一些中医师的一个 对 还是要比较谨慎小心一点 对对对对 然后有一些是肠胃有一些比较虚弱的 也不建议 肠胃弱的也不太建议 因为五指毛桃它对于肠胃的这块 会有一点点刺激 比较有一点刺激 所以就不建议这样子而已 其他都可以 其他都OK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尝试在家里做做看 这一道汤 相信对身体尤其是护肝有一定的功效 对 好吧 我们今天谢谢钟医师的分享 谢谢 谢谢 好 火力加油站休息一下 别走开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火力加油站 那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 安心生活方 我们请钟医师来教导我们自己DIY 来制制这个面纸盒 那钟医师为什么我们要制制面纸盒呢 OK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收到一些 这样子小小包的一些纸巾 然后可能比较没有想到怎样去应用它嘛 对不对 那然后这些面纸盒呢 也是你用完了 你就可能会随手一扔 就把它当作垃圾这样子来处理 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改装一下 就可以变成就是可以装这种纸巾的那个面纸盒 然后可以放在我们的包包啊 或者放在车上啊 或者是 对 因为其实面纸盒 它是你要凑取这个纸巾的时候 其实它比较容易的 比较简直 对 比较简直 对 比较简直 好 那我们今天要学的是有哪几种呢 是 好像有大大小小 对不对 对 今天是我们用两种 一种是用旧的那个面纸盒 一种是用我们平常拿到的一些纸袋 购物袋 OK 好 那首先我们先做小的好不好 是 好 来 怎样 那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使用这样子旧的那个面纸盒 高的低的都OK OK 然后我们就拿我们的纸巾 然后就看它的大小 然后就再做一个记号这样子 大概 就知道它的那个位置 是 是 两端都是这样子做那个记号 OK OK 然后我们再把它依据我们的记号 就是剪开 剪开来 是的 就是把它剪开来 那就把它剪成三段 好 这样子 明白 就直接依据这个面纸盒的这个形状 然后来切做 对 对 那最后应该这个面纸盒我大概猜想 应该会是小小的了 对不对 是 它会 就刚刚好符合这样子的一个它的尺寸 了解 是 OK 好 我们把它剪成三段 来 第一段出来了 这是第一段 应该是头和尾要 中间那一个不要 对 对 好 我真的太聪明了 是 好 我们把它剪出来了 就把它剪开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面纸巾就把它取出来 那当然有很多包的话就可以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一起用 没错 然后就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纸盒里面 OK 然后就把它这样子两边左右的套在一起就可以了 套在一起 对 套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小型的面纸盒了 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从中这样子取那个面纸出来 了解 其实真的从来都没有想到原来可以这么样来制作 你看 这样子那就很简易了 对不对 太棒了 这是第一个做法 当然这是比较小型的 是 那再来我们好像有比较大型的 对 就是用这个购物袋来做 购物袋的话呢 你首先要看你的那个面纸它的宽度 就是必须要跟它的底部是一样的 要不然的话你放不进去 了解 好 然后选择适合的那个宽度了之后呢 我们再测量它的高度 然后我们要因为要稍微比较高一点 再做一个记号 再做一个记号 然后我们就把它剪一剪就OK了 好的 然后我们大概是在这边 好 然后呢我们就高过那个面筋的那个高度 然后再把它裁剪掉 或者是你可以在上面呢就把它往内折也可以 OK 好 就把它裁出来 OK 我们就先打个洞 先打一个洞 在中间部位 可以用打孔机 是 就是打洞 这样子 然后再把我们的面筋呢就放在里面 我在想 是 你知道这个可以放在哪里吗 放在车里头 对 在吊着就很方便了 吊着也可以 对 可是在厨房啊都OK的 没错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刚才的那个断绳呢 断袋 就是把它打个结这样子 两边都打结 这样就基本上就完成了 是 是 然后可能这个的话 你可能外出啊 或者是放在车里头 甚至是厨房 其实都挺实用的 都可以 真的没有想到 但是就是很简单 利用这个洞材 就够我带 然后很简单的来DIY 就可以制作 是 就可以环保使用 没错 没错 好 那也可以依据大家喜欢的 如果你想要有自己不同颜色 或者是想要一些礼物质的话 那外层也可以再包裹一下 是你再包裹一下呢 这样子就很美的了 真的 这个就是可以大家自制这个面纸盒 当然这是一个大型的 然后这是一个小型的 就是依据大家的这个喜好 或者是需求来去制作 所以很方便 大家都可以学着做 那这个非常好 我们再来温习一下 今天交给大家的这个步骤吧 好 感谢 只需要很简单的 发挥你的这个创意和巧思 你看就可以有一种不同 多功能的 然后这个自己制作这个蔑池和乐 真的非常的方便 那当然这个小小的大大的 你知道可以放在哪里呢 我觉得卫生间也是挺好用的 好比说卫生间 通常我们可能就放着嘛 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会 不小心沾到水啊 那如果是可以挂起来的话 那就更容易了 对 所以真的是来发挥一下 自己的创意就可以制作 不需要五分钟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钟叔跟我们的分享 不客气 谢谢钟叔儿 好 那在这个时间呢 我们把接下来这个时间 交给我们活力好购物的同事 佳琪以及Amazon 今天有什么好康介绍给大家呢 哈啰 阿杰 刚刚看到就是呢 可以有这个方式来做一个环保的纸袋 对不对 就是会大自然呢 就是献出一份力的时候呢 妈妈们很多时候呢 也是要犒赏一下自己 真的 尤其是在家里啦 不管是做完家务也好啦 还是想说自己做完这些手工艺品也好呢 是 都可以坐在沙发上面 好好地休息一下 尤其是有了我们今天这个G-Flexi的 一个多用途按摩器过后呢 那我相信得意的不只是妈妈啦 在家里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呢 都可以享受到按摩的这个乐趣喔 是的 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按摩乐趣之余呢 今天呢 我觉得讲说什么呢 最重要就是让自己放松啦 而且呢 今天在我们这里提供给大家的 我们的这个套组呢 包括说有Gintel G-Flexi的 多用途按摩器之外呢 再送给大家 我觉得妈妈们应该都非常喜欢的 G-Flexi美容仪以及我们Gintel的这个 被毯大大张的一个 是的 今天呢 只需要279令吉 是的 所以呢 待会儿这个时间一定要留守在我们的 WOW活力好购物喔 是的 现在把时间交回给阿珍 谢谢佳琪姐 阿姆森 所以待会儿呢 记得要留守活力好购物喔 哇 这个好康真的是不容错过 就是可以好好的舒服舒服 然后再做一个面膜 哇 这个感觉多好啊 那说到面膜 其实很多人呢 可能就会想 当然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肌肤 但是大家知道吗 如果是敏感肌的话 那真的是非常的困扰喔 所以明天的课题呢 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敏感肌 让我们呢 就是怎么样知道这个敏感肌 它的根源 然后呢 才可以好好的根治 当然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都欢迎大家发简讯进来 018-3700-792 明天的节目 火力加油站 同一时间 与大家见面了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